启动VLC 在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中 启动VLC 只要在DASH列上面打VLC 看到一个交通锥的方式 启动 这样子就可以启动 第一次启动,它会出现 一个隐私权 网络存取方针 还有一些设定 所以你只要按继续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这样子 你就已经启动完成了 如果你想要在工具列 启动的时候 在我们的传统的启动方式 它是放在影音里面 VLC 相同一样可以启动